当下的我开始觉得有点急着了 因为我以为妈妈怎么在忽视我 所以我再次的提高了音量 问她一次同样的问题 但她依然吻风不动 我伸出手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大腿 想让她转过来面对我 同时我又加了声妈妈 问她怎么了 突然她以人类无法办到的速度 快速地转过头来 你好 我家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那个坐我床边 以动不动的女人的故事 这件事情确确实实地让我给碰上了 就算我后来再没被这段经历所困扰 但许发当时还是把我给吓坏了 如今这个噩梦在我脑海里还是回之不去 至今我还是无法解释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这样说 会不会把你们哪位给吓着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在这之后 我对黑暗的非理性妄想症变得更恶化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总是怕黑 就算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但是这件经历 在我还小的时候 真的令我恐惧得发疯 以前的我并不太相信有鬼的存在 也不知道实际上该怎么称呼他们 直到现在我还是蛮怀疑的 但是这种遇到这般重大事件后 真的让我索性三观 当时的我只有八岁 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 一点小噪音我就会害怕 即便我睡得很熟也会被那一点小噪音给操心 当时我的单人床是面对着房门 我睡觉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的把门开着 记得有一次半夜醒来 我鼻子的抓着揉揉眼睛 虽然当下我的房间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只是这一次我确实看到了什么东西 揉完眼睛后 惊讶地发现那个东西就在我的前方 我自然而然地以为是我的妈妈 坐在我的床尾 当时的我之所以会把她认作是我妈妈 是因为她有着和我妈妈一样的卷发 也穿着妈妈会穿的睡衣 也戴着眼镜 就跟妈妈平常一模一样 然而她看起来非常苍白 摆到像是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死尸那样 她没有面对我 但我可以看到她的侧面 她完全没有动静 只是非常安静地坐着 沉默的面向另一面墙 作为一个孩子 我便问她怎么了 但她仍然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一动不动的面向那面墙 当下的我开始觉得有点起躁了 因为我以为妈妈怎么在忽视我 所以我再次地提高了音量 问她一次同样的问题 她依然闻风不动 我伸出了手 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大腿 想让她转过来面对我 同时我又叫了声妈妈 问她怎么了 突然她以人类无法办到的速度 快速地转过头来 张大嘴巴睁大眼睛瞪着我 然后她尖叫着跳下床 将我的手臂非常用力地拽开 我出于本能地尖叫着 向后退去 企图用被子盖住身体来保护自己 接着我听到走廊传来脚步声 直奔至我的房门前 灯被打开了 是我妈妈 她一脸惊恐 又心冲冲地问我 为什么尖叫 出了什么事 而我就只是坐在那里 鱼记有存 冷静了下来后 我缓过了整个房间 那个我以为是妈妈的东西 早已消失无中 我转头告诉我真正的妈妈 说没事 并逃回床上试着再次入眠 但结果那一晚 我根本就没法入睡 许多年后 我的妈妈和阿姨 正在反抗他们从前的生活纠照 也是我便跟他们坐在一起看 原来 之前我住的那栋房子 也就是那晚我遇到怪事的房子 早在我出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 事实上 我妈妈从小就住在那栋房子的隔壁 看着那栋房子从冻土到新建晚城 最早那栋房子是属于一对母女的 母亲死于癌症 而她女儿在年轻时死于服药过量 然后我妈给我看了一张那位女儿的照片 她的名字就叫做Rachel 我从妈妈手中借过照片 更仔细地端详了一番 卷曲的头发 戴着眼镜 不过这次她不是穿着睡衣 而是穿着休闲服 就是她 当时车座在我床边的那个女人 看上去就和她一模一样 八岁时发生的那件事 让她那张脸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不知道Rachel还是哪个Mosina 是如何在那天网上进入我房间的 但不管是不是人 我很确定 那天网上 我房间里真的有个东西坐在那里 我确实看见了她 感受到了她的存在 甚至听见了她 而我清楚相信这真的不仅仅是幻觉而已 你听过或遇过灵异事件吗 在下方留言或直接电邮让我们知道吧 RU会全部会编 然后定期向大家讲解你的故事哦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个影片脑洞打开吧 拜拜